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是北美时间的大年除夕夜 东半球的网友看到就是大年初一了 所以这里先祝朋友们兔年平安和家幸福 兔年的第一集节目和我们来讲预言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一句 本周的会员节目已经上传了 聊的是哥伦布的秘密海图 哥伦布真的是靠误打误撞找到美洲的吗 不知名的文明留下的神秘海图 才是他的至胜法宝 请大家记得收看哦 过去的虎年是个糟新年 全球经济下滑 中国疫情全面爆发 那么兔年会出什么大事呢 我们就从中国史上的最强预言 推背图当中去找找答案 推背图是唐朝两位著名的预言家 袁天刚和李淳峰合作写下的预言 预言了唐朝之后1300多年的事实变换 推背图依照天干地支排序 总共写了60项 每一项由四个部分组成 一个易经的卦象 四句称语 四句诵词 再加上一幅插图 推背图通常不给出大事件 对应的具体年月日 需要后人根据四个部分自己去推测 但唯有第43项给出了具体的时间 它比较特殊 这一项的插图 是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 并排在一起 都挥舞着一只胳膊 它对应的卦象是周易第五十卦 训下离上顶卦 四句称语是 君非君 臣非臣 使间微中刻定 四句诵词是 黑兔走路青龙学 欲尽不尽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诵词里的第一句 黑兔走路青龙学 就点名了预言发生的时间 黑兔是指水兔年 五星当中水对应的颜色就是黑 青龙是指木龙年 五星当中木的颜色是青 黑兔年正是2023年 眼下的这一年 而青龙年就是2024年 也就是从公历的 2023年1月22日开始 到2024年2月9日结束 这一段时间 当然中国的甲子纪年 是60年一轮回 黑兔年和青龙年 每60年就会出现一次 那为什么要把这一项 印在当下的2023年呢 那就要结合挂象 称语和宋词各个部分来看了 得总体的来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像 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的来破解 推背图的这一项 首先黑兔走路青龙学 是指水兔年到木龙年的交汇点 也就是2024年的1至2月之间 这四句称语 君非君臣非臣 使间微中刻定 是什么意思呢 君非君臣非臣 是说本来君臣是有区别的 君尊臣卑嘛 次序不容错乱 但是现在君看起来不像君臣 也不是臣 意思是君臣的次序错乱了 回过头来看图 图上画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走在一起 大人穿的是普通的官服 而小孩的着装却是君主 大人手举过头 看起来好像是要打孩子 但小孩并不躲避 只是举起一只守护着头 这看起来是以大欺小 其实也是以臣欺君以下犯上 那这里的君和臣指的是谁呢 答案等一会揭晓 咱们还是先来一句一句的 把称语解释明白 称语的后两句 使间微中刻定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开始君主右若 是个危难的局面 叫使间微 但是呢 右若的君主最后 克敌制胜迎来了安定的局面 叫做中刻定 这个途中的小孩 用守护头大步前行 意味着他坚持自己的道路 不畏惧也有信心 初步解释了称语 我们再来看四句诵词 黑兔走路青龙学 欲尽不尽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黑兔走路青龙学 有两层意思 一是点名了 预言之事发生的时间 另一层意思是说 兔子走路龙学 龙是君王的象征 兔子怎么胆这么肥 敢跑到龙学里去了呢 这也是颠倒了是非的意思 欲尽不尽不可说 这一句说的是 兔子进入龙学之后 会不会马上就完蛋呢 这种逆天的状况 会不会立刻就完结呢 还不太好下准确的判断 再看颂词的后两句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表面的意思是说 在龙学之外有一棵树 树根三十年的时间中 不断生息蔓延 已经聚集了子子孙孙的力量 它们将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再来看这一项对应的卦 是顶卦 又叫火风顶 上面的梨卦为火 下面的迅卦为风 顶在中国古代 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夺取政权叫问顶 得道政权叫定顶 顶卦前面的是格卦 所以改朝换代 就叫做顶格之变嘛 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先革命后定顶 顶卦意味着总体形式 走入了稳定治理的阶段 以顶卦作为推背图 这一项的主卦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所讲的事情 是和谁是天下之主 这个事有关 综合顶卦的卦词 和其中各谣的谣词 顶卦所透露的天机 就是要养贤革心 就会行事安定 旁人就撼动不了了 那这就和称语当中的 史间微中克定 意思就合上了 好 巴拉巴拉分析了这么一大堆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 君非君 陈非陈 这里的君臣指的是谁 以及为什么要把这一项 映在当下呢 目前中国的实际格局 是台湾大陆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权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则是1949年内战之后见证的 从第43项的插画我们看到 一大一小 两个人并立 小孩是站在大人的东侧 那这也是目前 大陆和台湾的自然地理方位 左侧的这个成年人呢 高大魁梧 右侧的小孩则是体小力弱 表示着这两者的体量大小 实力的不均衡啊 就如同成年人和儿童一样 也正应了当下大陆和台湾的形势 但是左侧的成年人 穿着普通的官服 表示他虽然有体力上的优势 但并非真命正主 右边的小孩则是穿着 类似君主的服装 表示他虽然弱小 却是君临天下之人 中华民国的权力 是来自于清朝皇帝的 退位与兽语 在1912年的 清帝训位诏书上 末尾明明白白写着 总其人民安堵 海内一安 人和汉满猛回藏 五族领土 唯一统一大中华民国 你看看 人和汉满猛回藏 五族领土 唯一统一大中华民国 这明白不过的意味着 清朝把他的全部统治权 和全部领土 完整的授予了中华民国 这是清朝的政治遗嘱吗 明言中华民国 是他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那么按照中华文化 天与人归的传统观念 中华民国才是华夏正主 但是他现在偏居于台湾 所以话中是一个小孩 却穿着君主的衣服 这很清晰地说明了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但是在现实当中 又不那么简单 大陆和台湾 有各自独立的政府 军队 货币和司法系统 所以他们之间 其实又不是军臣关系 就应了那句称语 君非君 臣非臣的关系 那时间危中克定 这两句的意思 很可能是说 大陆和台湾关系紧张 大陆一直威胁 要武力入侵台湾 那么从水兔年到青龙年 2023至2024年初 这段时间里 对于台湾 很可能是非常艰难 非常危险的一段岁月 但是最终这个危机 会圆满解决的 中华民国会获得 一个安定的志士 达到天下鼎定的结局 图中的大人 看起来是举手要打 但是没有打下去 图中的小孩 看起来是用手保护自己 但是信心勇气仍在 仍然在继续前行 所以这也和 史建威中克定的 称语合拍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理解 诵词当中的四句 黑兔走路 青龙学 欲进不进 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则是明确的说 在农历的2023年和2024年 交汇的时间点 大陆很可能会对台湾 有所行动 兔要进龙学 但是兔进龙学 不是他应该待的位置 总归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会不会立马就完蛋呢 宋词里 欲进不进不可说 这一句是道出了 结果什么时候出现 还不好判断 很可能会欲进不进的 纠葛一段时间 开始台湾这边的压力会很大 危难会很大 时间危 但是最终会达到安定的局面 终克定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这两句诵词结合 顶挂这一挂项 指的是渡过难关所依赖的力量 是这三十年中所积累的贤能之事 那三十年中指的是哪三十年呢 一种看法是应该从2024年的前三十年开始算 也就是从九二共识发表之后的三十年间 在台湾和台湾以外出生成长起来的子孙们 他们是龙穴树根所象征的那一代人 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将安定局势 我们现在看到的推背图版本 是明末清初才此金圣探评著的版本 金圣探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家之一 他拿到推背图以后 仔仔细细研究阅读 根据历史猜出了前33项预言的内容 但是从第34项之后 他的评注其实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因为剩下那27项呢 讲的都是未来的事件 是金圣探那个时代的未来事件 而且各项的排列次序 也不再是按照时间顺序了 传说中宋太祖赵匡音 就是因为害怕推背图太神太准了 我这大宋刚刚开潮 你把我什么时候结束 都铁口直断了 我这人心不从一开始就散了吗 就是害怕出现这个结果 所以他命令把推背图的各项顺序打乱 而且搞了很多种版本流传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 推背图第54项 一种解法就是认为 他很可能是预言了 当下就要发生的一件大事 这一项的插图是五个木桶驱赶着一头牛 他所对应的周易卦象是周易第43卦 前下对上怪卦 四句称语说的是 我们先来看这一项的主卦 怪卦 卦象是这样的 下面是五根实线 上面是一根虚线 是五羊瑶加一阴瑶 正好和土里的五个儿童 赶一头牛相契合 这五个木桶就是五羊瑶 一头牛就是那一阴瑶 怪卦的卦词中 怪 阳于王庭 符号有力 告字意 不利吉隆 利友有王 意思是 怪卦象征着决断 君子在王庭上发挥阳刚之德 与小人决断 怀着诚信号令大家注意来自小人的危险 从诚意发出号令就好了 不利于发兵外出作战 但有利于果断的采取行动 是暗示应该在国家内部采取行动 而不是外出征战 金圣探的批注认为 这一项预示着国家最高统治者 名存是亡 类似于东周末年周天子的那种状况 我们再来看称语 累累落落 残奇一局 是说看起来局势还很气派 累累落落的 但是实际上这一步已经到了残奇的阶段 国运已经相当孤立 也难以持久了 着息苟安 虽笑亦哭 着是吃 息是休息睡觉 着息苟安 就是只顾得上吃和睡这些事了 求得一时的苟安 哪还顾得了别的呢 那这一句话 今天的人们听起来 是不是特别有感触呢 他就很写实的反应了 今天人们的心态 虽笑亦哭 这一句就更好理解了 表面上是强颜欢笑啊 盛世啊 新尘大海啊 什么未来光辉灿烂啊 实际上谁糟心谁知道 心里在哭着呢 诗词里的头两句 不分牛鼠与牛羊 去毛存阔 上称强 特别有意思 阔是指整张晒干的兽皮 去毛存阔呢 就是指没毛的干兽皮 那大家想一想 这种虫吃鼠咬 奏靶掉毛的兽皮 是不是给人很破败潦倒的感觉呢 可去毛存阔 上称强 不就是说家底已经破败了 可还是强撑着阔气的门面吗 你看看这一句话不是又很写实吗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啥 不分牛鼠与牛羊一句 牛羊指的就是一般的百姓 那牛鼠是啥呢 这里的牛很可能和现代汉语里说 你很牛的意思是相近的 牛鼠的意思就是大老鼠 就是硕鼠的同一词 不分硕鼠与牛羊 意思就是不分官僚与百姓 官僚的贬义称呼就叫硕鼠嘛 大家都在强撑门面装那个英文字母的第二个 其实都是在求得苟安 虽笑一哭这一句呢 笑那是给别人看的 哭是自己的感受啊 咱们不时看到热搜新闻 哪哪的准岳母又在敲诈准女婿了 不给几百万元的巨额彩礼 就不同意结婚 我就觉得这个岳母有毛病 你把女婿连同亲家一起榨干了 怎么让你女儿以后面对婆家人呢 难道说你想让你女儿结了婚就离婚 再找下一家要彩礼吗 可是这样你的女儿人生会幸福吗 大家想想这难道不就是 去毛存阔虽笑一哭吗 宋慈的最后两句也是最有内涵 是高潮部分 环中自有真龙出 九曲黄河水不黄 是指中国会有圣人出现 古人认为黄河清是祥瑞的征兆 长久以来都有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 所谓黄河清就是指黄河中下游的河水变得清澈 这种奇异现象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 会把大量泥沙带到黄河的中下游 那河水就会呈现出浑浊的黄色 这也是黄河这个名称的由来 自东汉以来 黄河中下游河段 河水变得清澈的情况非常少见 大约有记载的有43次 平均40来年一次 但是这些河水变清时间都很短暂 所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河变清 1949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二次会议上 就提到了古语圣人出 而黄河清 所以黄河治理一下子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虽然官方意识形态是无神论 但是新政权也很乐意沾沾预沿的光 通过让黄河水变清 证明自己是预沿里的圣人 下了几十年的功夫 终于到2000年以后 黄河水的寒沙量明显减少了 非汛期的黄河 八成以上的河段 河水都比较清澈了 专家把这个成绩归结于两大因素 第一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治理 第二是小浪体水库等等水力工程 帮助减少了中下游的泥沙量 到2018年 中国媒体开始大幅报道 治理黄河的成功 黄河水变清了 看来大圣人要现世了 2018年以后指的是哪一位大圣人 大伙都知道了吧 可真的是这样吗 宋史记载 宋徽宗在位年间 总共发生过三次黄河清 他的运气特别好 分别发生在 在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 前宁军同舟黄河清 以及大观二年1108年同舟黄河清 和大观三年1109年陕州同舟黄河清 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的这次 河清事件当中 黄河有长达800里的河段 连续七昼夜都是清水 这是史书记载最为显著的一次 黄河水清异象 那当然皇帝和百官们都欢天喜地 这是上天将祥瑞给我大颂 那次黄河清之后不久 宋徽宗就派人在陕西的寒城市 立起了一块和毒碑 称颂这三次黄河清的光辉业绩 那按照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 宋徽宗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了 他在位的时候黄河都清了三回了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宋徽宗不仅是个昏君 而且在昏君里面 他还排名靠后呢 因为他是昏君里的亡国之君 跟圣人真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立碑纪念之后18年 公元1125年 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 北宋灭亡 宋徽宗和他儿子宋清宗 就成了北方女真人的阶下囚 如果说黄河清就对应着 一位出世的圣人的话 那么说他是俘虏了宋徽宗的 金朝太宗完颜圣 还要靠谱一点 所以治理黄河带来的黄河水清 它并不一定意味着 圣人出世就得应在当下这一朝啊 它也许应在别时别处呢 特别你看这一项的主卦 怪卦 卦象是上则夏天 意味着责备天下 它简明恶要的说明了 圣人出世得是君子用人德 利益天下 同时果断地清除小人 这才是圣人出世要做的事情吧 好 那我们解释了第五十四项对应的卦 它的称语和颂词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第五十四项的图 是五个小木桶合在一起赶一头牛 一头牛干嘛需要五个人赶 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呢 结合怪怪的意义 它指的是正义的人们一起行动起来 把吸来的牛马赶回到西边去 因为你看牛头冲着西嘛 木桶们正在合力驱赶 请注意图中的人物都是小木桶 没有富贵的着装 可见都是平民 好 总结一下 从推背图的第四十三项和五十四项 我们可以解读出 二零二三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也许它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始 也许预言当中的改朝换代 也正在孕育和发生之中呢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 到这儿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这期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干 照推背图这么说 二零二三不是战争就是革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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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